君子是来而心实现 逝去而心随空 于丹在百家讲坛中说过 论语的精华之一 就在于教导我们用何种心态对待生活 论语中记录了孔子弟子们在不同处境下的心态 上至国家大事 下至与人口角 他们都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 当你被负面情绪缠绕时 就看看论语中隐藏的这五种好心态 读懂了生活就不累了 一 言回心态 懂之足 论语中记载 颜回是孔子家境最贫寒的弟子 但他学识渊博 极为出色 有一次 孔子见他生活清贫 就问他 为什么不外出做官呢 颜回想一想答道 我有几分田地供我保护 有一间破屋给我居住 还有先生为我授业解惑 我已经很快乐了 孔子感慨道 现在 回饮 一单时 一瓢饮 在漏下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对颜回来说 能够吃饱穿暖 就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了 而现实中的许多人 却总是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财富 有了房子还想车子 吃了神针还想尝海味 结果整日忧心忡忡 越活越累 反倒是颜回这样的人 生活虽不富裕 却也能把日子过得活死生香 正所谓 淡饭粗茶有真味 明床竟饥饰安居 一个人快乐与否 从不在物质的丰富 而在乎内心的充实 诗人刘雨昕被贬到河州的时候 居住在偏远的破房中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屋外荒草丛生 而屋内也只够摆放一桌一衣一床 但这漏事之中 他独自一人读书作诗 弹琴奏乐 有好友拜访则饮酒作对 他们畅谈诗文 活得极为自在 正是刘雨昕这般知足 才使他身处困境 仍能依然自得 最终活到七十多岁的高龄 庄子说 萧辽潮于身灵 不过一指 严属隐和 不过满腹 人生亦是如此 纵有万贯家财 日食不过三餐 纵有广煞万间 夜卧不过七指 所以物质不必躲 够用就好 过分贪求 只会反受其害 当你不被欲望把持 人心自然就不会受累 懂得知足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二 子鹿心态 耐批评 在孔子的弟子中 子鹿性情最为刚直 半是鲁莽而冲动 有一次 子鹿见子高学有小成 便推荐他 去废的担任地方官 不成想孔子知道后 却批评他是害人精 子鹿很不服气 孔子则耐心解释道 子高学义不惊 贸然当官只会害了当地百姓 子鹿听后 突然懊悔 觉得孔子说得很有道理 便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诲 拦住了子高 在论语中 虽然子鹿隔三差五 就会受到批评 可他却仍旧深受孔子的喜爱 究其原因 全在子鹿能接受批评 并及时改正 孟子也曾评价说 子鹿人告知义有过 则喜 现实中 人无完人 你我都有犯错 适当的时刻 面对他人的批评 有些人立刻就会恼羞成怒 最后酿成更大的错误 当你能够以开放的心态 接受指正 就能不断净化自己 国画大师徐悲鸿 曾受苏氏诗作的启发 创作了一幅 写东坡春江水暖诗意 他对此画相当满意 恰巧自己的画展正要举办 他便把新作布置在展馆最显眼的位置 画展当天 徐悲鸿带着众多名家平易新作 众人对此赞不绝口 突然间 一位乡下老农上前对他说 先生 您这幅画里的鸭子画错了 此玛雅尾巴哪有那么长的 原来徐悲鸿在新作中 将玛雅的尾语画得长 且卷曲如环 极为绚丽 老农则告诉徐悲鸿 熊玛雅羽毛鲜艳 有的尾巴卷曲 此玛雅毛为麻褐色 尾巴是很短的 徐悲鸿恍然大悟 深深致谢并迅速取下了画作 这才避免了一场笑话 实际有言 言能听 道乃精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刚愎自用 文过则怒 乐于接受批评 善于倾听意见 是对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修正 放低你的姿态 保持责言而听的好心态 你才能广开岩路 持续精进自己 三 子贡心态 不计较 孔子再晚年 曾收下一个非常年轻的弟子 陈康 那个时候 孔子精力不足 就让子贡代为教导陈康 一段时间后 陈康觉得子贡不受孔子重视 学问也不深 他就私下跟别人说 子贡远远比不上子路 颜回 更比不上伯鱼 陈康认为伯鱼是孔子的儿子 必然得到了真传 随后便开始主动亲近伯鱼 子贡听说这事后 只是一笑而过 后来 陈康从伯鱼那得知孔子 从不偏思 便又转过头从学子贡 子贡也不计较 而是继续悉心教导陈康 道德经有云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在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惹是生非之人 如果事事计较 人人纠缠 只是图费心力 败坏自己好心情 凡事都退让 少点斤斤计较 你才能不会为生活所累 北宋名向吕蒙正出身官患之家 可其父吕归徒妻妾众多 家中名争暗斗 在吕蒙正很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遭人算计 连带吕蒙正一起被其父逐出家门 母子二人幸得僧人救济 这才得以过火 后来吕蒙正官至宰相 全清天下 其父吕归徒就到处散播谣言 说吕蒙正不孝 不让他住相府 一时之间 流言四起 世人纷纷谩骂吕蒙正 知晓他身世的朋友替他不平 打算命人澄清 可吕蒙正却主动承认错误 并将其父接到府中 朋友不解 吕蒙正则解释道 为这点小事劳神费力 实属不至正是吕蒙正的大度 使他从不为所事所愧 得以专心正事 忠诚一代名相 其实 现实中 我们绝大多数的不快乐 都是因为计较的太多 若你总惦着他人对你的重伤 结果就会使得自己闷闷不乐 无心于正事 蔡根谈有言 君子是来而心实现 事须而心随空 当你放宽心胸 开始不在意生活中的琐碎 就会发现 人生其实处处都藏着惊喜 四 燃有心态 不逃避 公元前484年 齐国派重兵攻打鲁国 鲁国百姓被强大的齐军 吓得心惊胆战 四散出逃 鲁军野军心涣散 节节败退 同此的不少弟子都在慌忙收拾行李 打算出国避难 可就在这时 弟子燃有却找到国军毛翠自建 主动请英率军迎战 燃有一鼓作气 大败齐军 帮助鲁国路过了危机 生活中有许多人都有为难心态 一遇到困难就战战兢兢 可你越害怕越不想面对 事态就会越严重 最终你只能被困境击倒 当你鼓足勇气 咬牙直面 就能发现 其实所谓的挑战不过二 上海海市大学教授孝英杰 曾讲过一个故事 曾有几位航海系学生 在一艘远洋船上实习 遇到了台风天际 巨浪滔天 拍打的轮船摇摆不定 学生们十分害怕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老船长却调整航向 瞄准台风中心冲了进去 学生们很是不解 难道不能掉头 或是想办法绕过它吗 老船长听完笑说 行船的速度不可能快过台风 想绕开它 船的侧面就会迎向台风 巨浪一卷 船也就翻了 不逃避迎向它 胜算才能更大一些 轮船迎风前行 随随着海水上下起伏 却始终不偏不倚 最终顺利使出了台风去 作家安兰德说 你可以逃避现实 但你无法逃避这么做的后果 事到临头 当我们无处可躲的时候 不如咬牙承受 只要你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 不害怕 不躲避 难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无 众公心态 不在意 孔子有个弟子叫众公 他的父亲出身不好 而且人品败坏 等他拜师孔子后 他的身世便流传开来 为众人所致 很多人就说众公地位卑贱 而且跟他父亲一样本性很坏 众公对此却毫不在意 每天仍旧认真治学 修炼己身 平时面对王公贵族也能不卑不亢 侃侃而谈 最终众公受到了百姓的认可 成为地方长官 造福一方 现实中 我们难免都会受到他人的品头论足 若是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就会心有负担 迷失自我 但当你能够屏蔽外界的干扰 就能心无旁骛地做自己 活出自己的精彩 庄子曾讲过一个故事 宋元军要画一幅地图 召集了全国的画室 画师们来到王公大殿后 无不毕恭毕敬地等候指令 只有一位画师坦胸怒腹 晃晃悠悠地来到大殿之上 宋元军看到后 惊呼这才是真正的大画师 并将之定为画地图的人选 众大臣不解 宋元军则解释 勾画地图为要紧之事 太过在意我看法的人 定然心有顾忌 无法专心做图 果真 这个画师做图时自信非凡 丝毫不受周遭影响 直笔稳健 一笔一画行云流水 最后他画出的地图完美无瑕 大臣们连连称赞 想起作家金圣荣的一句话 一个人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就会被风吹散 变得一文不值 其实每个人都如一棵树 而外界流言就像一阵阵狂风 你若在意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 最终沦为一棵无用的杂树 只有不受外界的干扰 扛得住大风大雨 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 心态变了 你的态度 习惯和性格都会改变 最终你的人生 也会跟着改变真正厉害的人 都懂得不断调整心态 来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 就如孔子的弟子们 尽管处在动乱时代 却仍凭借各种好心态 来成就自己 当你觉得生活太累的时候 就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学会论语这五种好心态 懂知足 能想开 少内耗 即便人生纷繁多变 你也能从容面对 泰然处置 点个赞吧 与朋友们共勉